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个月初 随国家队备战与刚果的非洲杯预选赛 届时他将再次踢上国家队的战袍 去年6月份 穆谢奎因为与三名队友抗议足解脱现国家队比赛奖金 而去不出席刘金巴布韦副总统穆兰加古网举办的国家队欢送满宴 正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穆谢奎等人也因此被开除出国家队 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穆谢奎在大连一方越来越出色的表现 已经引起了金巴布韦新帅齐得赞不完的关注 也为他这次重回国家队名单铺平了道路 在接受采访时 金巴布韦国家队主管姆潭达尔也证实 穆谢奎将再度为国效力 他最近在俱乐部比赛中表现得很好 甚至在上个星期打进了很多球 你可以看看现在金巴布韦的风险配置 穆谢奎是我们最好的前锋之一 他可以和任何类型的球员进行搭档 我们即将面对的对手非常强大 我们希望赢球并且打进非洲杯决赛圈 因此我们需要最好的球员 根据金巴布韦媒体的预计 原本金巴布韦族鞋可能会要求穆谢奎进行公开盗签之后 再允许他重回国家队 但是最终穆谢奎没有进行盗签就得到了召唤 对于穆谢奎的回归 金巴布韦媒体普遍表现得很兴奋 有媒体专门以穆谢奎 欢迎回来 为期进行了报道 不出意外的话 穆谢奎回归国家队的首战 将定在9月3日 金巴布韦将在非洲杯预选赛中对阵民主刚果 国外外人巴侃布建师也将代表民主刚果参赛 截至目前 穆谢奎共为金巴布韦出场17次 打击六球 二高费 and 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